今天给大家带来,由铁创模型最新发售的,新涅TC原型试验机,实物素组简单分享展示,注意了视频仅产品展示非专业评测,那么还是有请咱们1G原组出场一下,接下来介绍一下,贴纸方面,一张只有金和绿的铝箔贴纸,感觉除了腰部金色作为补色之外, 其他更多绿色的只是作为点缀之用,整体效果还算可以,然后就是一张纯灰的水贴,个人推荐贴一下效果更佳,最后就是一个自带图案的地台,这效果蛮加分的,要是再加个底部收纳功能就更爽了。 模型方面,这造型就不用过多介绍了,一眼阿玉的,GK精异能天使,外甲方面就只有灰白金三种分色,作为能天使系列铁骨专业户,这次模型内部的含金量也很高,哪怕是不用任何支撑的情况下,独自站立也是很轻松的事,那么最后5分满分,你对星灭的造型评价觉得值几分呢? 老规矩有背包介绍前先拆背包,这样把玩起来会更加轻松一点,先来就是产品内附带磁控灯组一个,磁吸触碰便能发光,解锁背部的锁扣后,就可以把灯光组件摆放进去,注意上方光源要对准顶部,这样除胸口外头部也能接收到光源,实物看起来灯光的效果还是蛮明显的,为了方便眼睛部分我是选用了铝箔贴纸, 关于颈部的问题,这里是通过一条透明绿色零件,把光源传递上去头部的,在插进到底的情况下,颈部会显得比较短,这里推荐可以往上提拉一下,这样会好看一点点,头部方面,还会附送一个透明绿色眼罩,可直接对准眼部安装上去 至于天线方面,模型内附带两种款色,一种是较为短少一点的,而另一种则为长一点并且分叉的,那么就由我个人喜欢的效果来选定吧 是否有多余替换面罩的问题,还是要等大获后来解答了,头部两边零件会对平转有过多干涉,收纳后左右平转没有太大问题,低头一般,抬头相当优秀 肩甲可向上翻起,整地上抬超90,肩部会有多段的拉伸结构,效果还算是可以的 这里想吐槽一下这平转的造型设计,感觉有点突兀,手肘弯曲的幅度能达到摸肩的效果 并且弯曲时会有些小连动设计在,手掌为单指可动,并且手腕处还增加了一个弯曲的关节 可惜向内弯曲的效果会少了一点,左手手臂处可搭载盾牌 盾牌带有展开结构,并且中间处可插上绿色光束特效键,算是攻防一体了 而右手则可以搭载剑炮一体武器 因原版的设计原因,腰部侧白与弯曲效果几乎为零 平转可以坐到360大风车,胸部有驾驶舱式展开设计 胸前绿色透明件表现有花纹雕刻,亮灯时蛮好看的 前裙甲上翻幅度不是很大,后裙甲同样的上翻幅度效果 后方大型喷口上下展开时,中间金色零件会有联动设计 得益于胯下的拉伸增强设计 在前踢与后踢时都可以大大的,回避到前后裙甲的干涉 不过侧踢就弱了一点,腿部屈膝时也会有联动设计在 不过这下方的零件好像偏松了点,那么再看一次回复的效果吧 小腿两侧的小零件偏松,经常掉落,简易直接可以粘死 脚腕前方外甲可动,上台幅度也算够用,左右接地性优秀 最后就是背包的部分,后方设计就没什么好说的 下方有一个像鸟的头部,接口处也有一个有趣的设计 就是鸟头可控制接口的收纳与露出 而在翅膀外面的四块零件,选用了磁吸的方式来搭载零件 这里安装时请注意正负极 不然吸上去后摆放的方向会出现不同一 然后两边翅膀上的四把单手件都可以独立取下 通过附带的连接键,就可以组合成一把双刃剑了 而没把单手件取下来后,就可以把磁吸零件吸回上去 这样就会显得美观一点 最后就是两边大翅膀都分别带有,部分的展开和爆甲设计在 最后的最后就是主要武器配件如下 另外组装完成后,你还会看到一些熟悉且没用到的零件在 结尾就简单讲两句吧 因为需要自行组装铁骨架的关系 所以在组装时要用到一些特殊工具 零件锐度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 并没有达到高水准 但细节还是有的 最终的完成品个人觉得还是挺唬人的 那么我今天的新品简单分享 就到此结束 感谢你们的收看 咱们下款新品再见咯